大家好,我是少年H 今天繼續跟大家分享出包王裡第三集 李豆對於拉拉突然轉來學校很是不滿 畢竟唯一能遠離薩斯汀跟拉拉的地方只有學校了 於是把拉拉叫到學校頂樓上諸問是怎麼回事 拉拉表示想無時無刻都陪在李豆身邊啊 直接把害羞的李豆對得牙口無言 但李豆好奇拉拉是怎麼半轉學手續的 拉拉表示很簡單 跟校長說想入學,校長直接同意了 李豆覺得這校長沒救了 只要長得可愛,連身分都不看了嗎 於是提醒拉拉在學校要低調一些 外星人的事情絕對不能暴露 然後到了上課時間 於是拉拉又被叫到頂樓了 拉拉覺得自己很委屈,明明什麼都沒做 李豆表示你做的已經夠多了 到了放學時間 春菜若有所思的在走廊 一臉憂鬱地回想著李豆與拉拉的事情 正巧李豆也從走廊的另一端走過來 春菜鼓起勇氣約了李豆談談 李豆興奮地答應了 李豆想跟春菜解釋拉拉的誤會 而春菜也想詢問拉拉跟李豆的關係 兩人同時開口 這下反而更尷尬了 李豆情急之下隨口問了春菜是怎麼看待拉拉的 李豆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公三小 春菜強言歡笑地表示 拉拉很不錯哦,既開朗又漂亮 我覺得你們很般配 聽到跟拉拉很般配 此時的李豆直接實話 李豆打擊大到失去自我 於是拉拉先做實話的李豆回家了 看著兩人離去 春菜也露出了悲傷的表情 兩人回到了家 李豆還沒從剛剛的打擊中走出來 看見如此消沉的李豆 妹妹提議明天大家一起出去逛街散散心 而且拉拉也還沒參觀過地球 正好可以帶拉拉去了解一下這附近 拉拉開心的同意了 到了隔天 拉拉對於街上的任何事物都很好奇 但打扮奇怪的拉拉也引起了周圍人的注意 李豆把拉拉帶到暗巷摸大象 希望拉拉能換一套跟地球相似點的衣服 於是拉拉讓佩凱分析了路人的穿著兵便裝 不是剛剛穿那幾套的路人是怎樣 終於換到一個正常的洋裝了 於是幾人在路上逛了起來 幾人逛到一家家娃娃機店 拉拉很喜歡裡面的一隻兔子娃娃 李豆三兩下就把娃娃給加出來了 李豆大神都是犯了把妹神記你們還不敢勤練家娃娃 妹妹表示廢材哥哥對於這些零碎的小事反而很擅長呢 看著拉拉開心地抱著娃娃手舞主導 李豆也滿足地笑了 正當幾人繼續逛街時 拉拉的衣服突然漸漸消失 原來是因為剛剛的變裝導致佩凱能量又完了 只剩三分鐘 拉拉就會在街頭上一絲不掛了 李豆表示雖然我很想看但我不想給別人看 李豆牽著衣服漸漸消失的拉拉跑了起來 妹妹找到了一間女裝店呼喊李豆跟拉拉 還好總算是在衣服消失完之前把拉拉帶進了四川間 此時李豆剛緩了口氣 一回過頭 春菜竟然也剛好在這間女裝店 兩人彼此對導演都愣住了 而拉拉這時正好拉開簾子 三人的羅生們讓李豆很是尷尬 可惡你這渣男我好羡慕了 幾人先是坐下來喝杯咖啡 妹妹省解惟解釋到拉拉是從國外回來的 所以她和哥哥一起帶拉拉認識四周環境 拉拉隨即表示想去水族館看看 妹妹也約了春菜一起去水族館 到了水族館後拉拉好奇的四處亂跑 妹妹察覺到跟在後面的春菜李豆二人氣氛不對勁 一段時間沒注意 李豆那傢伙就變得這麼會了呀 觀察敏銳的妹妹隨即助攻李豆 丢了一句我去追拉拉後就離開了 瞬下李豆春菜兩人獨處 是妹妹太棒了吧給我來一打 尷尬的李豆打算先參觀下水族館緩緩情緒 卻不料被春菜一把抓住 春菜表示有話想對李豆說 察覺到氣氛的李豆瞬間紅了臉 春菜覺得李豆很溫柔 所以跟開朗的拉拉在一起很相配 李豆不解為什麼春菜會覺得自己溫柔 原來是因為國中的時候 大家都時常忘記幫花換水 只有李豆就算不是持日生也會細心的養護花朵 李豆這才明白 為什麼當時春菜這麼相信自己不是弄壞花圃的兇手 是因為春菜一直看著這樣的自己 Yuuki君 Yu...是 Yuuki君 Yu...是 Yu...是 Yu... Yu...我... Yu...我兩人是相似的 Yu...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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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これは... 此時另一頭 娜娜果不其然迷路了 看見水裡的魚沒啥精神 娜娜就這樣把要倒進去了 魚直接抱走 甚至跳出魚缸 管理員此時才發現正要把魚抓回魚缸 看見管理員如此慌張啦啦很失不解 管理員解釋到魚離開水沒多久就會死了的 於是啦啦直接使出水盾水龍潭 接著就要跳進水裡游泳 管理員此時浮出水面 怎麼能穿著衣服游泳啊 進入水中的時候就要這樣 於是啦啦就脫光了衣服 Yu...OK 大叔幹得好 啦啦開心地跳進了水裡跟魚一起游泳 但游著泳的啦啦後面卻跟著一隻大白鯊 我... 一直都... 哈瑠馬 啊... 我... 也... 我一直都... 趁當里豆要告白時 啦啦騎著大白鯊衝了過來 啦啦怎麼沒穿衣服 該注意的不是這個吧 啦啦表示好開心 里豆表示你有病 騷動結束之後 里豆覺得自己壽命將近 只有啦啦覺得很有趣 春菜關心著妹妹 妹妹表示自己逃跑得很快所以很安全 不是 所以我說你不是要跟著啦啦的嗎 但儘管幾經波折 里豆與春菜之間的關係卻有了更進一步的緊密 隔天早上 里豆與啦啦一起上學 因為跟春菜的關係有很大的進展 里豆心情格外的好 正好轉角出遇到了春菜 於是這經典的螢幕 將會流傳後世的螢幕 也是第一幕的里豆摔登場了 第三集結束我是少年H 那我們下集見